我最後想要是巷弘的命點 喔 你覺得我送巷弘的項鍊好不好 喔 你知道我最喜歡別人的訊息會喔嗎 喔 喔這個頭啦喔 喔喔 街頭巷尾大小聲 哥哥講話最回聲 傳說中 用手機聊天的眉眉角角很多 讓我們看看 什麼訊息會惹人厭 那你們最討厭遇到哪種訊息 分享那種民間很無聊的影片 然後在底下打一些註解 像是一隻猴子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這隻猴子很好笑耶 所以究竟是什麼猴子 讓你笑到翻白眼 我喜歡收到喔 又覺得有種被據點的感覺 隨便 對沒有回答意思 喔或還好 因為會覺得很難接話 應該是點點點吧 為什麼 印象不明啊 為什麼你什麼意思呢 也可以解釋成一百種啊 笑死吧 很敷衍的感覺 嗯噢之類的吧 你說一個 嗯 嗯嗯可以嗎 可以 或噢 可能就好像覺得 欸 要據點我是不是 廣告很多啊 也有的是男性的問題啊 吃的會強壯啊 夥伯 站起來 做一個挺立的男人 去洗澡 就是女生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洗很久嗎 對對對 記得上一回 跟我說 要去洗澡的那位女子 已經洗了三個禮拜 不知道她還好嗎 你覺得已讀不回比較討厭 還是不讀不回比較討厭 喔當然是已讀不回比較討厭 為什麼 啊你是故意的啊 啊你不讀不回 搞不好你還沒看到啊 沒有注意到啊 啊已讀不回 就是已經故意的行為了啊 已讀不回 塑膠 不讀不回 就是她平常都會PO現實什麼的啊 然後她就是不回你訊息 你說不喜歡已讀不回 因為不讀不回 就會忘記 你自己也會這樣是不是 喔不讀不回嗎 對 我會啊 都不喜歡 都不喜歡 那要怎麼樣 馬上回 對 她就看到就想要回掉啊 因為她就跳在那裡 就覺得很煩 到以後跟你聊天 我都不讀不回 不要讓別人覺得說 讀過了然後還沒回我 至少不讀不回 可能別人覺得我在忙 已讀不回就 很糟糕 接下來 這位朋友 傳授我們如何判斷 已經被已讀不回了 因為其實現在有蠻多像IG和Messenger 都有小綠點 所以當你在LINE上面看到她沒有回 可是小綠點飄了很久很久 或者是她有在回覆別人現實動態的時候 那就會知道這個人可能是不讀不回了 這個時候可能就比較討厭 好的 原來大家用手機聊天 都變得很玻璃心 還有什麼訊息 會讓他們玻璃心碎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喔 謝謝大家